膠粒為禍未完 靠中石化不如自己撿 大家更認識這些膠粒呢 落完一場雨 沙和膠粒黏在一起 令到更難撿 但都無損這150個學生的熱情 距離上山下海 來到南丫島石排灣 用了一個多兩個小時 才撿到這麼多 始駕期間有來過一次 以前的膠粒 就是在山面一泡 已經有很多膠粒在這裡 但現在可能要去到石 或者草堆 或者要挖心很多 才會找到個別一兩粒 7月一場颱風 中石化七個貨櫃鐵入海 再住的150噸膠粒 沖上香港多個沙灘 當時全港有很多有心人 始發執交 到10月開始 我們做了幾次義工行動 參與人數都挺慘淡 十隻手指之內的義工行有 覺得熱潮已過 但事情就未過 所以這個絕對考驗 香港人的參與性 以及對環境的持續愛心和關注 膠主中石化聲稱 撥款千萬支座環團執交 但審批萬 行政費還不能清 外判20個工人執交 執完就放在附近開市多老闆娘門口 一個多月執了五、六十代 中石化不理 政府也不理 近兩個月沒有來收交 也沒有公佈究竟執到多少 要保護環境 不看來 都是要靠我們自己 到處理了 到處理了